这样一个弱点 佛教徒很多就是挫在这边 所以我常常的呼吁 同时呢 也那个很长一段时间 也都不主张大家 来所谓的皈依我跟我学 我都不主张 天下善知是那么多 那么多那些大成就者 这么慈悲 但是我觉得他们不好说这些话 那我来说 我说了之后 大家只要明白 然后你找到你善知 你那样对 这样子去做就好了 否则的话 纵使善知是再殊胜 我们不如法的话 还是突然 徒劳 所以不要说在家的学佛者 就是出家人也是这样 所以 这个 憨山大师 那个费贤歌里就有 出家容易 欲私难 不欲 明思 总是贤 如果出家人 都是这样 更何况在家学佛呢 所以学佛 在家学佛 本来名字就起好了 忧婆色 忧婆仪 我们中国话的意思叫什么 敬似男 敬似女 敬似谁 这个非常重要 找到善知识了 常常的去清净 陈词 陈词除了 四项上的 我们用我们的体力 帮师父做事情 这个去听受佛法之外的话 还另外一个就是 依教奉行 陈词 如果善知是没有了 你近世男 近世女 哪里来的 就是一句空话 所以善知识的重要性 是非常非常的 不单单佛法如此 连世间也是这样 世间也是这样 这个老师是非常重要的 甚至在我们世间里面 这么说 叫千里马常有 伯乐不常有 这就是赞叹 高度的赞叹 善知识的重要性 你纵使是一个 佛菩萨转世再来的 如果没有善知识 甚源加持 善根不得发现 也会走偏调 我们看到佛教界里 有一些高僧大德 非常 我前世都有很高成就的 佛教界都很有名了 但是这次转世过来之后 他慢慢慢慢我也骗掉 没有遇到善 我遇到善知识的 不好好的配合 因为那种善根是 很大 他自己都知道 有的生下来 都有宿命通 自己就知道自己是谁 有的就是很小的年纪 就会就是入在 甚深的大成经典当中 观修 受持 但是 我就看 有时候跟善知识 有时候配合的不好 还会走偏 还会偏 所以这个 我就通过各种 我们民间的也好 是佛教的 各宗各派的 我就总结 这个善知识重要性 却太重要了 如果连高僧大德 他们有时候转世再来 都离不开善知识的加持的话 那更何况我们 无量皆来 业掌深重了呢 所以善知识非常重要 佛法有没有 就看善知识 我们能不能得佛法利益 就看 就看我们有没有找到善知 所以在大圆满前行 前面呢 讲八闲暇 十圆满的时候 十圆满 前面 哦 那个 五种圆满 是我们已得人生啊 六根巨竹啊 而且的话 身在不是邪见的家庭 我们身在 正好身在有佛教的国度 这前面几个圆满 后面的话是 佛已出世 佛出世 然后佛已传法 佛已说法 如果佛事愿出世 佛在入定 没说法 四十小节 这个这个这个 入以定中 众生不闻法 也不行 佛已说法 光说了法 如果法灭 圣法灭度 那也没有用 法还注释 法注释了之后 然后 我们 法再注释 我们自己遇不到 也没有用 我们还直遇圣教 遇到了 遇到了之后 没有遇到老师 没有遇到老师 也是没有用 佛法有 还没遇到老师呢 然后最后一个圆满 叫 私以设寿 私以设寿 然后这个 自古以来的大德 都这么说 这个八种 闲暇 十种圆满 还要加上修道当中的 十六个圆满 总共是三十二 三十二圆满 说这个里面缺一个 我们修道都很难 这个因缘 缺一个都很难 后面的话 还有那个的话 包括是 虽然我们私以色受了 但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老是中断 老是会打岔 还有就是 我们在受持佛法的时候 不好好听 虽然师父跟你讲啊 颠倒池 颠倒池 错乱的受持 所以这个 在那个大元门前行里面 尊者比喻嘛 就像烧水一样 你光有一个水壶 拎了一桶水 你想烧到水的话 还要需要很多条件 还需要加一个锅灶 还需要找到木材 找到木材之后 还需要有打火石 来点起这个柴火 所以这里面 以任何一个因缘 都如果缺少的话 我们都不可能把它 烧出水来 有水壶有水 你有柴火 打火石没有 你还烧什么水吧 打火石有 木材找不到 那你怎么烧水 打火石也有 木材也有 水壶没有 那还是还烧水 水壶有了 水没有 之前想烧水 就这里面 这个里面 任何一个缺少 因缘缺少 都不行 所以 为什么我要选择 来讲大原文前行 那个时候 就是发现 我们的世间 很多的 就一厢情愿的 我想学佛 一厢情愿 但是对我们客观 事实上 怎么去实践 我们的这个 这样一个理想 怎么样能够实践 这样一个 达到目标 却很多人不知道 所以我才选择 讲 把它 完整的讲一遍 以后呢 我们 可以有机会 找到那个光盘 这个生命电视台 现在也在播 现在已经是 第二次重播了 第二次属于 重播阶段了 这个 第一次已经 完全播送 播完了 现在在 可以 大家可以 通过各种途径 得到的呢 那个光盘是 DVD 已经到 第28集 是有的 后面的呢 现在我看 你们在座 有的已经看到了 那个往生法 往生法 不是我起的名字 是他们看到 这个专门讲净土的 好像是 关于往生这方面 比较 全面的 概括性的 来介绍 净土法 他们 他们就把它 起了个名字 叫往生法 有的人还不敢看 往生法 我看了这个 要往生的 也不看 他们以为是 是那个 以后会有什么名字 还不知道 现在这个都是 都是生命电视台 那边 出来 然后往生法呢 是下面的地址 觉得这一部分 非常重要 先拿出来 就单 单的 以后 有机会的话 还有更好的消息 就是 索达基 刊部 现在也在讲 虽然我讲的 大圆满前行 也是经过他开许 他老人家 伊西盆作 刊部 也是坐在这边 开许 然后 索达基 刊部 我是讲到 不共前行的部分的时候 他那个时候 得到我那个光盘 看了之后 打电话来 可以继续往下讲 但是现在呢 索达基 刊部 他老人家 很多很多次的 得到法王的 亲自得到 这个传承 他们的 讲的 所以应该 他讲的更圆满 我们是 我有这样一个 只不过有这样一个 主观愿望 其实呢 讲的不是很圆满 索达基 刊部 现在开始要讲 以后大家可以留心 现在索达基 刊部的 弘扬手段 除了生命电视台以外 还有网站 网络 各个地方的居室呢 也都组织学习 现在正在学习的是 入行论 入行论 大家都啊 全国 都各出居室 都在学习 非常好 因为一部论点 如果完整 学习下来之后 这个佛教的知识 什么是 该做的 什么是不该做的 什么是如理思维 什么是非理思维 就会很清楚 佛法嘛 这个是讲智慧的 结果我们如果脑子里一片漆黑 那怎么叫学佛法呢 所以 佛法的 在金刚经历说 法不定法 视为佛法 因为所谓的佛法 它没有一个固定的 没有固定的 佛菩萨知道 究竟了异的是什么 但是 为佛与佛法能 究竟了知 我们反复 没有办法知道 但佛为了引导 我们也逐步地 走入到这个 圣界 圣的 圣人的 这里面 享受 圣 圣者 果地的这些 这些 果实的 这些佛陀是种种 圈窍方便 引导 劝诱 引导 所以 就像我前一段时间 跟大家讲 我说 念佛 这一个句 说念佛 念佛 你说简单很简单 南无阿弥陀佛 但是实际生活当中的 念佛是什么 实际生活当中的念佛 有时候跟 真正 有师父带你了 你就会发现 不一样 但是呢 往往呢 师父要带一个徒弟 要费很多精力的 所以很多时候 大家都只不过是 见见面 结结圆满 就会跟你说 你阿弥陀佛 你阿弥陀佛 求愿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里面 如果仔细去思考 什么是极乐世界 什么是极乐世界 我好好念阿弥陀佛 怎么样念阿弥陀佛 那如果说 我们按照 憨山大师的 费贤格里说 口念弥陀 心散乱 念破喉咙 也枉然 如果这枉然 两个字讲 那不糟糕了吗 为什么 因为口念着阿弥陀佛 心里还在散乱的话 这说明不得法 不得法 不得法 因为这个 但是我们念佛的人 往往都是这样 都是心里还散乱 口念了 呀呀呀 打仗一样 阿弥陀佛跟烦恼打仗 他打仗 这个战役什么时候停 不知道 打得过他吗 也不知道 就是 有时候就是 但是我前面讲了 如果这是善知识 叫你念的 比如说这个善知识 他已经念佛功夫 很纯属了 他设的一个方机变 你称持佛名号 好好持住哦 求愿往生极乐世界哦 那你这样念 有把握的 因为什么 你是依教奉行 你做得到做不到 你都是他徒弟 师父有责任的 меч不在你 坑 畜速 坑 坑 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